因為核四就離我們這麼近 讓我們每天都是在這邊生活 那當然就是怕會身體啊什麼的 會有一些影響 當然不同意啊 我當然每一個人都講啊 講說不要給他過啊 給他過你下一代的祖孫 就很苦囉 尤其那個又會發揮了三十年了 你現在啟用不會發生危險嗎 像飛機意外機率非常低 可是一旦放了就是有沒有後續的一些防範的SOP之類的 就是如果它有一些標準程序的話 我覺得是可以去嘗試的 現在目前用電量現在是必須需要的 核能發電還是有它標性 可是你還是要參考各個的標準流程跟一些安全疑慮 就用這個我要看裡面的 看最後國家政策的內容 才會決定說公投於否 我是會支持啊 因為我們只要在這邊做生意 核四停工的時候就有影響啊 那當然是希望說核四能重啟 但是後面會有一些問題嗎 那我覺得 那要先把那些問題提出來 然後再做改善 如果不能改善的話 就再研究啦 會覺得說它好像應該要存在 不然怕我們會缺點 但是又有點擔心它會不會有一些安全上的問題 雖然我們在地人的想法也是很重要 但是也會覺得也要考慮到全體的感受 因為工天不只有供我們這個區域啊 對 所以是這樣 問一下那邊擁和的人 如果今天你願意接受核四重啟的時候 那我想請問一下 如果把所有一二三藏的核荷料放在你家裡的時候 你會感覺怎麼樣 因為這個是已經產生的東西了 然後全台灣沒有一個地方願意接受這樣的核荷料的儲存 那你要把核四蓋在共僚 然後要叫全台灣的人民 認為感覺跟他們沒有關係的人來做公投 那當然這樣的公投出來的結果 絕對不是公平的 如果我們面對一個不安全的東西 然後我們用公投來決定一個 要不要蓋核四的時候 那如果今天有一天發生 像類似於這三個國家的核能災變的時候 我們台灣能承受得起 這些位在成立的當時 我們就有兩個很清楚的主張 第一 我們反核不完電 一次核曖昧台灣 核廢料 遺害祖孫萬萬年 這三個主張到現在我們都很堅持 核四市長他已經蓋三四十一年 到現在還沒有辦法蓋好 他的問題是很大很大的問題 預算從1700元增加到3000多億 現在又是拼裝機 他曾經醫藥機淹水 把第二部機組的零件拿來給提借用 所以他本身就很大很大的問題 承擔不起一次的核愛 台灣就完蛋了